在炎热的暑假 狐狸猫与小树蛙相约去海边浮潜 一到海边 狐狸猫就迫不及待地想去看海里的生物 在潜水前 小树蛙提醒狐狸猫潜下去时 要记得将鼻孔捏紧 然后在水里吐气 就能避免耳朵会痛的状况 小树蛙说 还记得我们之前学过的压力定义吗 压力为单位面积上的垂直作用力 在水里面也是类似的道理 当你潜水潜越深的时候 在你正上方的水量也会越来越多 此时水造成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而多会感受到水压的变化 就造成不舒服的感觉 这时候只要吐气 可以使得耳内跟耳外的压力重新达成平衡 耳朵就不会那么不舒服了 两人上岸后 小树蛙说 刚刚在潜水的时候 我们在不同深度时的压力不同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禁止液体内 单一物体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却会相同哦 小树蛙表示 就好比我们把一个物体放在地面上 如果物体是静止的 那就代表物体所受重力 会等于地面对物体的支撑力 因为液体具有流动性 当水压力有其中一点不同于其他处压力的话 从围观尺度观察 会发现到液体在该处合力不为零 导致液体会移动 所以在禁止液体中 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均相同 两人聊着聊着 肚子就饿了 于是拿出原本带好的泡面 去附近的商店借热水壶加热水 狐狸猫感到好奇 为什么透过水壶外面的水位标示 就可以得知壶内的水位高低呢? 小树蛙要狐狸猫先思考看看 如果将装水的玻璃杯倾斜 杯里页面仍会保持水平吗? 狐狸猫回答 虽然杯子是斜的 但杯子的页面仍然保持水平 没错 小树蛙继续说 既然这样 倾斜前后 在杯子同个深度的压力 也都会是相同的 而热水壶里面 是将两个容器连接在一起 使用细管表示水位高低 再以较大容量的容器 盛装热水 我们刚刚说到 在相同位置处 页面高度相同 代表那里的水压也是相同的 你有没有发现 不论容器粗细 大小和外形 只要底部相通 容器的页面 就会维持在等高处 而这也是我们所称的 连通管原理 狐狸猫不了解 为什么小活塞 可以只出一点力 就把重物轻易抬起 于是他请小树蛙解释 小树蛙说 那我们玩个比利器大小的游戏吧 准备一个粗口径和一个细口径的针筒 将其内部装一半的水 然后用充满水的管子 将它们连接起来 狐狸猫从大针筒施力 小树蛙从小针筒施力 看谁的活塞被往后推 谁就输了 狐狸猫说 好啊 大针筒看起来比较轻松 小树蛙 你确定你不要让我用小针筒吗 我利器可是比你大呢 小树蛙回应 没关系 我最近可是有练肌肉呢 只见狐狸猫使尽力气 满脸通红地压着大针筒 针筒里的活塞一动也不动 反观小树蛙 却一派轻松地压着小针筒 试了一阵子后 狐狸猫察觉不对劲 就跟小树蛙说 要交换试试看 狐狸猫拿到小针筒 轻松一压 小树蛙的大针筒就被推开了 狐狸猫觉得很神奇 便请小树蛙赶快跟它说 这到底怎么做的 小树蛙说 这一切都跟压力有关 你有观察到 不论小针筒或是大针筒 都可以被推动对吧 这就表示 在密闭容器中的液体 只要当某处受到压力作用时 这股压力就会以相同大小的量值 传递到容器中液体的其他位置 这就是帕斯卡原理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小针筒施加压力 传递到大针筒的时候 也是相同的压力 而压力与受力面积成反比 因此 大针筒面积较大 需要花更多的力 才能以相同压力 抵抗小针筒传递过来的压力 这也是为什么 小树蛙一开始 要故意给狐狸猫大针筒的关系啦 两人就在欢乐的对谈下 度过了愉快的福钱之旅 最后 就由狐狸猫来为大家复习 学习到的内容吧 在静止液体状态下 只要深度越深 压力就会越大 一个物体在静止液体中 受到来自四周的压力大小均相等 而联通管原理 是任何粗细 大小和外形的容器 只要底部相通 容器的液面 都会维持在等高处 帕斯卡原理 则是在密闭容器中的液体 当某处受到压力作用时 会将此压力 以相同大小 传递到容器中的其他液体中 又到了想一想的时间 水坝的形状 为什么要盖这样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